I'm going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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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來台灣一定會熱情的 帶他們去品嘗小吃美食 回味無窮如果想要有所紀念 現在有店家專門教學 手工香氛蠟燭 做的就是這些道地的台灣味 美食形狀採用環保材質 如果不仔細看 真的看不出來這是蠟燭 嗨主要都終於出外景了 可以看到呢每次邀請 國外朋友來到台灣一定會來 帶他們吃美食 但是吃完美食就只能帶走回憶 如果真的想要把美食帶著走的話 其實現在有方法喔 你會看到我現在有一桌的台灣美食喔 像是有大家都很耳熟能詳的 芒果冰啦 還有台灣啤酒你看看 很可愛然後還有小籠包 然後以及珍珠奶茶 當然就是不可或缺的 並不是真的珍珠奶茶 它是手工蠟燭 那很多的外國朋友呢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都很喜歡來做這個 然後來把它帶回家 變成一個對台灣的回憶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了我們一個 手工的蠟燭老師 她是Tracy 嗨 就是話不多說就開始動手做好了 那我們今天首先要來做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小籠包的蠟燭 小籠包蠟燭 好OK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做 所以我剛剛就是快速選了一個 它是桂花加釀茶 然後還有一個鐵觀音 都是茶的味道 當然也非常代表台灣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很適合加在我的蠟燭裡面 稍微調整一下長度 就是因為這個模具 它其實是顛倒的 所以我們的底部 才是小籠包的頭 喔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下面會拉長一點 就是如果到時候想要打個可愛的小結也可以 所以我們就把它倒過來 對這個底部 喔 倒過來 對 然後我們拉長一點喔 我拉錯耶 拉錯邊 然後上面的話就留一點點就可以了 留一點點就好了 對 那我們下面長上面段 現在就是要加精油了嗎 對 然後我們大概加個八到十滴 好 我來八到十滴 好喔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好 走一個快速路線 這就直接倒進去嗎 對 那這個攪拌棒再給我就好 好的 那我們就一口氣把它倒完就可以了 好 我要倒囉 好 倒囉 還是有點緊張 喔 好療癒喔 好 先讓它放在旁邊 好 對 然後我稍微移動一下它 好的 Wow Wow 好 對 那我們等一下要進行的就是 珍珠奶茶 這是我最期待的環節 這個是要當作珍珠奶茶冰塊的 這個是果凍辣QQ的 喔 看起來很療癒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用湄公刀 我們把它切成小塊小塊的 好 對 很小的先擺下面嗎 對 剛才說了 然後 珍珠的話就是傳叉這樣子 好 對 然後不要太密集就可以了 不要 喔 你說珍珠不要太密集 對 或者珍珠跟冰塊 不要太密集 就是留一些空間給奶茶這樣子 喔 好好好好 奶茶來了 好 好 哇 小心燙喔 這看起來真的就像一碗奶茶耶 好 好 好香喔 好 它本身就好香喔 好 那我們 有一點味道 那我們就把這個加下去 好 然後直接縮它 好 縮它囉 對 然後邊邊稍微再 補一下 對 這樣就可以 對 差不多 好 好 耶 這會too much嗎 啊 就是就讓它流 不要我們就再把它剝掉這樣 好 大家都很喜歡爆漿 我也是 我剛剛想說 我怎麼樣才能爆漿 原來這樣就是爆漿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稍微填滿這樣子 好 我真的就是全下喔 畢竟我在現實生活當中要減肥 所以沒辦法喝那麼多瘦藥 然後變個魔術 我們要讓這個珍奶看起來很像 真的珍珠奶茶 好 來囉來囉 好 稍把它 喔 就是原本霧面的珍珠變成是亮面的耶 就是 愛爾莉杯珍珠奶茶 爆漿版 對 是不是很可愛 真的很喜歡耶 而且你看它滿刀都是流出來了 爆漿 對 更加的逼真 那老師這些都是你自己設計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妳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設計這麼多很可愛的造型蠟燭 就是當時是希望就是說 就是好像可以做一點就是 滿富有回憶的就是一些特色小物 就是比如說像外國人他們來台灣的話 然後就是除了體驗台灣文化 然後旅遊之外 就是他們也可以就是 做一個可愛的小物帶回去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算是旅途中一個滿愉快的回憶吧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如果呢 下次有外國朋友來到台灣 那除了帶他們去吃美食之外呢 也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做各式各樣 充滿台灣文化的蠟燭 給他們非常好的美好的回憶 那這是今天的主播 凹豆中的出任務成功 YA